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进入冬季的小院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周末 首先呢就是收集种子 四伦豆已经开始有一些豆莢变成了这种棕色 而且非常非常的硬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开始收集四伦豆的种子了 四伦豆的种子长得跟黄豆是非常像的 在网上查呢有人说这种豆子也可以用来做豆浆 也可以用来做豆腐 其实它的整体的使用方式是和黄豆一样的 不过我这边呢就是主要还是收集起来 用作来年种四伦豆的种子 因为这个种子在网上买的话也是比较贵的 再来看看越到深秋表现越优异的苦瓜 这个苦瓜的藤蔓已经基本上爬满了整个架子 当初呢把它和这个夏季的豆角种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个豆角拉秧之后 刚好所有的架子都可以给苦瓜用来攀爬 它现在也是结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瓜 天气冷了之后反而这个结瓜量就上去了 那我这个周末的时候呢给它进行了一次修剪 又追了一些肥 看看它能撑到几月 同时也收了很多苦瓜 送了很多给邻居 这个苦瓜的味道还是挺好的 同时呢我也收获了一批白萝卜 之前有一批萝卜是种在种植袋里的 另外一些呢晚了一段时间是种在地里去了 最近发现萝卜长得也差不多了 可以采收一下 这里面还混进了一些红菜苔的种子 看样子长得也挺粗的 这个周末呢就找个时间分两批把地里的萝卜拔出来了 这个萝卜感觉比种植袋里的长得还是要粗壮一些的 一方面应该是营养会好一些 因为每次在翻地的时候我都会加入很多的底肥 但是在种植袋里呢就一般只是混少量的进去 所以这个地里的萝卜明显的长得更好一些 这批萝卜采收之后呢我会换一块地 然后再种一些 这样就可以保证家里持续的有萝卜供应了 然后给我的柠檬草做了一些分猪 这一坨柠檬草已经长得非常非常的粗壮了 它里面可能有十几甚至是二十个柠檬草在里面 然后我就把它整体这一坨全部都挖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它长得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分猪了 那分猪的话呢就是选取比较粗壮的 重新一根一根的埋在地里 等着它分猪结成大坨 另外一些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收获掉 然后用来做调味料 或者是跟邻居啊朋友啊分享一些 这就是我分猪之后有一批已经买在地里了 你可以看到剩下的这些呢就打算送邻居 同时呢我还采摘了一些佛手瓜 这个佛手瓜藤我是每周都会对它进行修剪的 因为如果不剪的话它就会长得非常的疯狂 那现在的话这个架子因为最近弯曲的大风 我觉得它已经不是很稳了 所以我决定在采收完最后一批佛手瓜之后 就把这颗佛手瓜整体砍掉 然后换一个位置 重新找一个种瓜去种新的一颗 与此同时呢我还采摘了红薯叶 挖地瓜只是extra bonus 就是在这个采摘红薯叶的过程中 忽然发现地下有这种就是硬硬的东西 然后把它挖出来发现已经解了红薯 这个红薯我后来还是在烧烤BBQ的时候 去烤了一下 我觉得味道不是很好吃 比起外面那种市售的甜薯啊什么的 它的味道不是很甜 因为毕竟我当初在超市买的这个红薯叶 它也不是专门用来去种这个番薯的 所以可能在口感上就没有这么好 只是说巧合的情况下就种出来了 然后挖来挖去挖着挖着 发现其实地下还有好多 也不只是只有那一个 这一块地的这个番薯叶是夏天的时候种的 所以最后就挖出来了这一些 同时呢我还对后院的两个rest bed进行了清理 之前拉秧的一些玉米杆子还在地上晒着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正在生长的冬季蔬菜 这些冬季蔬菜呢也需要给它们施一些肥了 所以就借此机会把地清理一下 把这个该去除掉的一些植物就直接拔掉 现在已经不是茄子的季节了 这颗一人多高的茄子也是要完全拔掉的 包括它旁边的丝瓜 那这边的莴笋 胡萝卜还可以在地里再生长一段时间 所以还可以留下 这边是剩下的萝卜也会拔掉 清理之后的土地就是这样的 这边我用机器进行了翻地也加了底肥 那同时也给这边正在生长的冬季蔬菜 加了一些肥料 这边的茄子和丝瓜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 那同时给这边的莴笋进行了一些处理 把一些烂掉的老的叶子都挖掉了 然后这边的地清理出来是准备种beats 就是红色的那个红菜头 然后呢就是移苗和育苗 这个周末的时候 周六早晨找个时间去了一趟nursery 然后买了两种蔬菜的菜苗 一种是芹菜 芹菜就育苗期超级长 所以我如果想种的话 一般还是喜欢买菜苗的 另外呢就是洋白菜 这个我手里的这个就是洋白菜 移植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挖个坑 下面添一些鸡粪做底肥 然后把这个菜买进去 再浇足定制水就好了 那这个芹菜呢 是种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之前清理干净 红薯叶翻手叶的那个地方 这块地就用来种这几根芹菜了 如果你之前看过我的视频的话 应该会记得这个冰菜吧 这个冰菜已经长得挺大的了 我把它从育苗盒里移出来 放到了之前的草莓塔里 现在草莓已经进入种植袋 去越冬了 所以这个草莓塔就腾出来 用来给冰菜 我还在nursery呢 买了五代种子回来 这里面的蚕豆和上面的雪豆 还有下面的壁茨是可以适合现在种植的 那这个Cohorby 是我打算留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再种的 至于那个布什病呢 它很明显的就是要留到来年的夏季再种的 现在都买回来 主要就是因为上次我去nursery的时候 它有很多种子都已经out of stock了 我很怕下次去的时候买不到 另外就是现在出门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呢就既然看到了就一起买回来了 种植Snow Pea 就是上面的那个扁豆的那个视频 之前我有发过了 所以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这个左边的这个蚕豆 是我第一次尝试种 也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 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育苗方法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泡水的 泡水12个小时或者到24个小时都可以 那这个种植方法就是说下面用一个烤盘 这种Costco买的这种细致烤盘 然后放上土 上面加一层鸡蛋的那个托 然后再填满土 然后把这个蚕豆种在每一个这个 之前放鸡蛋的这个小坑坑的位置上 因为呢这个蚕豆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 比较粗 而且它的种子是比较大的 我们通常的那种小的育苗盒 尤其是12格的那种 基本上是放不下它的 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方法 也来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好用 就直接把泡好的种子 平着放进去 然后再盖上土 再浇好水 这个育苗就完成了 其实现在刚刚开始种蚕豆的话 稍微晚了一些 但是因为之前太忙了 实在没有时间 所以呢 也就是晚就晚了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 加快一下它的这个育苗的 就是Greenhouse 这个Greenhouse是我两年之前买的了 它这个架子现在还在 但是之前外面的那个cover已经完全坏掉了 已经风吹日晒破掉了 好在呢 Amazon上是可以买到这种替换的cover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 把这个新的cover套上之后 它又是一个新的简易的Greenhouse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的这个持久度和耐用度还是可以的 只要换外面的这个cover就好了 那把这个弄好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想要育苗的一些东西放到里面去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Greenhouse 它里面的温度真的是非常高 所以一般白天的时候 我是会把这上面这个卷起来 让它这个门 让它透风进去 那晚上的时候呢 才会把它合上 不然的话 如果白天你也是盖着的话 会很容易把这个种子就闷死在里面了 这种小的简易的Greenhouse呢 一则是可以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用 让你赶上一下这个育苗的进度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在早春 然后土地温度还没有回暖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提前育苗 可以在这种简易的Greenhouse里面做 这个时候呢 等到土地温度适合了 你就可以尽快地把苗移回去 然后尽早地得到第一批的收获 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我放了两袋这个Garden Soil 主要就是因为 它套了这个外面的套之后 这整个的这个Greenhouse是比较轻的 它虽然有配赠这个 就是下面拉住它的那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用 很容易把外面这个Cover扯破 倒不如在下面放两袋土来的 比较稳当 那这样的话就是多大的风 都不会把这个Greenhouse破坏掉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